系列三金管局第三任總裁余偉民2019年10月1日上任,迎接他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挑戰,先是新冠疫情,然後是社會運動。 再來美國制裁香港官員,乃至疫後經濟復甦不似預期。 五年過去,余偉民助本港金融業運助釣魚船,且林莊再獲委任為金管局總裁,任期五年,週二十月一日生效。 展望未來,他受仿時以三個多變概括,強調局方最主要的任務仍然是保持金融穩定,並會穩中求進,深耕三大領域。 以公告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掌陀金管局五年,余偉民會為自己的工作打多少分。 就記者的問題,余偉民客氣道,我自己當然不會給分,但過去幾年環境困難,金融系統基本上保持穩定,也有發展元素。 業界及香港社會對金管局有認同。回答簡單,但與重心長。 畢竟,過去五年本港經歷的一段時刻,無容罪言,由新冠疫情到反修例運動,再到美國制裁,那一件事不是非比尋常。 然而,港金融業仍有長足發展,近日在現,紐倫港國際金融中心排名相隔兩年重新超越新加坡,排名第三,居亞洲之首。 多變環境四招保金融穩定只不過,訪問開場,余偉民仍然以三個多變描繪前景。 第一個多變,是宏觀環境,由美國減息步伐,到美國經濟能否軟著陸,以至內地經濟轉型成效。 第二個多變,是地緣政治,最難搞是無得估,美國大選結果不減中美關係複雜性,踏加中東情況,俄烏局勢,將如何影響環球市場。 必須留意。 況且,現今金融市場波動性特別大,例如今年8月日圓拆倉潮。 至於第三個多變,是科技之應用,特別是人工智能AI,環球央行最擔心都是網絡安全,會否有時發生令系統行不到。 如何防範?如何修復? AI好雙人劍,如果落入壞人手,做deep fake 心藝技術,寫 hacking code,又如何對抗? 環境多變,如偉文直言,金融穩定還是最最最主要的工作目標,無論宏觀環境、地緣政治、金融趨勢如何演變? 都要保持金穩定。他俗稱,將從四方面著手,包括保持抗爭力,不論外匯儲備,又或銀行緩衝都要有強的抗爭力。 做好監察,瀏覽的數據及工具比以前多,特別是香港,無論是場內或場外我們都看得多,加強應變計劃,以及長期建立信心。 深間三大領域拱港國金地位做到穩治,便要求進,當穩定不再是一個挑戰時,我們繼續保持警覺之餘,便會花多些資源,空間投入其他方面。 第一個自然是內地機遇。 如偉文稱,目前股市及債市,本港與內地已達致互聯互通,下一步是思考如何擴容,大致上有的scheme都有齊,但很多是新東西。 可思考如何擴大它們,例如債券南向通,暫時只可投人民幣及港元產品,會否有空間擴置其他貨幣? 第二是金融科技。 他認為,支援代幣化Tokenization會是大方向,已經有其他地方央行想和我們合作,將會見到進展。 另外,AI也是工作重點,這包括就銀行應用AI級與指引,以至金管局自身如何使用AI。 第三個是綠色金融。 余偉文直言,綠色金融對全球仍然狠身,還有許多有待完善的地方,我們在分類及披露上正在做事。 余偉文相信,上述三大領域,加上財富管理業務,將會是本港金融業高速增長的領域,也決定香港日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 在金融科技及綠色金融者環球金融大趨勢,我們一定要行得前,才可以繼續做到國際金融中心。 是國際上有Voice話語權,好緊要。多謝大家的觀看。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,請按讚、訂閱,並讓我們知道你的最愛和評論。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獲續任,穩定的最大支撐是信心,上任以來兩件事最深刻系列2。 系列3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獲續任,人民幣國際化金管局四路進攻強調金融不離經濟系列4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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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